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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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伙伴们一起跟刘维公 我们的文化局局长一起见了面 因为文门楼是文化局 其实代表台北市市民要能够守住和捍卫的 8月10号那一天我跟几位他的母亲也都在这个行业中 跑过生活的女人他们的女儿我们也就在这个现场 办了探家杂宝的女儿儿女们 其中有一个重要的主题是 三位这样的女儿都在母亲辛苦工作中走进了大学 走进了研究所所以他们都非常清楚看到他们和母亲之间的一种社会性的距离 而他们形容自己被教育漂白了 其实是变得更为跟他们的母亲有距离而显得苍白 那他们自己决定要能够让自己更走出来去面对教育 怎么把他们漂白了他们要还他们的本性 要还回他们原来的母亲的颜色 生命要是有颜色的 生命是要如他们的母亲那样的拼搏的有力量的 接着第二天我们也在这个公园 我们办了都根 谁杀了古迹 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我们努力要把它白化文 我们努力要讲简单 因为它其实可以现在可以给台湾 台北市所有的市民都可以上一课 暴敌我们的都根怎么在发生 公有土地和私有的土地财团 怎么样产生一种关联性 而我们该怎么思考这个问题 好 往下 18号是去市议会赌好农兵 要送一个陈琴 要第一个无猛楼的危机 要好农兵的市长要来面对这一个 因为前几天才那个包斗里的古迹被拆 所以是往下施压 我们来一起为了奔唱这首歌 它在天上跟我们一道唱 水也会是把我们去摔订的行为啊 水也会是给人看您走就这条路 水也会是洗手探 有什麼湯變霞 人間落頭雞湯 紅紅包大頂 愛我愛一枝吃生 愛人生養 我是在中彩家庭大小的女孩 但是你们坚韧这么有重量的生命 你让我很单薄的 很僵硬的身体和脑袋 都灵活起来 都启动起来 都丰富起来 我们这些富富的女孩 和你们这些公传阿姨 我们到底抵抗阿姨那当时 对我们费冲在辅慧和蓝绿恶斗之下的废长 他挤挤挤挤 逢挤要结束了 那当时花花公子 阿姨你才会记得 花花公子那当时来找公传 我们拍裸照 我们把大家带了都去 那当时很努力 很多公传我们挤在摄影棚里面 你给我叫下去 你说你来问我这里看看 你的内衣很漂亮 小学这些材料的年轻人都没看过 你的乳房的形状非常好看 你的乳头是很好看的粉红色 但是我摸的时候 那个内衣会有一块硬块 你告诉我 我们抗争结束再来看医生 所以在那个时候 丽君阿姨 你对于个人生死的病厚 跟集体抗争这样子的生存利益 你早就已经有了一个排序了 这次追思会说 我选出你三个选中 我感觉你这个三个选中 是你做一个探奖的女人 你做一个幸运的健将 你真有机会选中 你请我说 工传的精神 工传的精神到现在 还是带给我们社运 无比的长荣 无比的光荣 工传精神 社运长荣 阿姨 谢谢你 我爱你 一个工传自杀 团队去市府抗议 除了秀琴发言 没有小姐愿意面对媒体讲话 我抓场撑得很辛苦 你突然跑出来 双酒一摊 跪下来苦喊说 对着市政府说 阿姨 让我们共同一条心坳 所有的霉光灯涌上 你情绪激动 气喘不过 昏眩倒地 这是你的第一次出来说话 我问 你怎么有勇气跳出来 你说 没人出来 外面人 不知道小姐的坚困 你说自己的日子过得去 但是要帮其他的小姐说话 确实 我其实从来没有听过你 为自己的命运哀怨过 我觉得和立军阿姨的亲密 其实是来自于他的三个公共性 第一个公共性 其实是他作为一个性工作者 作为工昌 他的身体的公共性 一直到前几天 还有支持者打电话来说 他很感谢立军 感谢官姐 感谢工昌抗争 让他看懂了父母之间的冲突是怎么回事 因为17年前他也有幸参与了公共抗争 所以让他开始明白 哦原来爸爸妈妈的冲突 妈妈其实一直觉得性是为了生儿育女 所以从生完小孩之后 就不愿意和爸爸再刑罚 那爸爸妈妈为了这个冲突了非常多次 那其实是在公共抗争里面 他才比较懂了这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在抗争之后 他其实就问立军阿姨说 如果他出钱 立军阿姨愿不愿意来为他爸爸 来跟他爸爸从事性交易 那雷军那时候是已经得了五癌 所以没办法 但是雷军阿姨就跟他推荐官姐 那他也找了官姐 那官姐也愿意 所以这样的关系持续了五六年 然后让他的家里的爸爸妈妈的冲突 从此可以缓解 那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讲 很重要的是 因为阿姨在 所以这些过去在台前 我们不会听到的真实的人声 有机会从这里听到 那也让我的亲密关系 我觉得不会绑在一个爱情的神话里面 让我的亲密关系可以长得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跟阿姨之间 也因为他对性的坦然和自在 可以让我们去分享很多 连妈妈都不一定知道的秘密 那我觉得阿姨的第二个公共性 是来自于他继续参与季运的公共性 其实在公商抗争结束以后 很多阿姨虽然想支持日日春 但是他们不见得愿意在现身 用苍几这个身份现身 因为继续和日日春站在一起 就是继续要和污名为伍 就是继续要承受着 每一次现身的时候 会担心小孩被歧视 孙子在学校里面会不会被同学笑 这样的压力 雷光阿姨其实也一样 我知道他在这十几年里面 常常上场之前 也都会有这样的担心 这样的挣扎 可是我佩服雷光阿姨的是 他选择了和这个污名为伍 继续战斗下去 那我觉得 我也很希望 就是我自己的嫖客经验 也可以成为这个运动的公共资粮 因为我们想要的社会 是一个台前台后都一致的社会 不是一个陈志忠嫖乐计 却不敢承认 吴玉生去上了维格 还要来打压娼妓 我们的劳动部长 没有因为官场工人的暗下台 却因为偷情下台 这样的社会 那雷光阿姨的第三个共共性 也非常清楚的 是他在走前 直到走的那一刻 都继续守护这个共共的文盟楼 阿姨在最终临终前 其实跟他 我很幸运有机会跟他聊了一些更早年的故事 聊到他年轻时候的长期经验 聊到他和男人之间的回忆跟纠葛 那其实是让我感觉到 去污名的运动真的很长 我们过去虽然有一部分 借着阿姨的现身 让他的故事出路 但是还是有一部分 是过去没有机会 我们的运动 还立有未待 没有办法让他更清楚出现的 所以我觉得留下文盟楼就是为了让这些过去在台前 不会出现的人生 可以更一致 可以更如实的出现 可以更还原 我们绝对不容许 文盟楼是工厂干出来的公共财 不可以被投机客用私利给干走 我要请大家跟我一起 学雷光阿姨举起宗旨 我们一起喊一个口号 雷光阿姨最后一次在贵州公园上台 是今年7月6号文盟楼的游行 共差干出文盟楼 人民干倒投机客 人民干倒投机客 共产干出文盟楼 人民干倒投机客 谢谢大家来参加今天晚会 我也不知道应该该讲些什么 我一直想跟妈讲 我爱你 来生我们最多美食 谢谢大家 我是二儿子 我妈在日春十几二十年了 她乐于参与各项的活动 然后哪怕她在十几年前那个中风或者是乳癌的时候治疗的时候 或者是她这两年乳癌复发然后转移到脑部 她也是一样没有说想过要退出或者是停止参与活动 这从他们刚才的说话你们你们就可以听到了 她刚开始骑着摩托车 因为台北桥到这里也很近 然后后来 后来那个因为中风之后 有那个后遗症什么的 手跟脚比较无力啊 然后她就会叫我载着她 到处跑 例如说到各个活动的集合点 例如说到什么那个热森立法院啊 或者是或者是什么福大 还有什么什么那个卢州那个什么那是空大还是成人 对那种对那种那种 然后我都负责去了就带她去 然后她好了再叫我带她回来这样 然后也就是因为这样 我们彼此接触的次数多了时间多了 话题就比较有的说了 她不管是在其实在她的时候 或者是或者在家里的时候 她有时候自己就会跟我讲一些 她今天做了什么活动啊 然后因为什么事啊 去搞那些活动 然后我就常常常常常常那个泼她冷水 说实话 我就从那什么政治的黑暗 或者是社会的黑暗来泼她冷水 可是我我记得我妈跟我讲过 讲过一些话 那些话用台语讲 把它翻成翻成那个 国语来说就相当于说路不平有人才 然后你不出声音 别人怎么会知道你有意见的意思 我自己这样想想也对啊 你一个人 你一个人的时候 然后人家会认为你是 估掌好的部分是估掌难民 坏的部分就说你 哎 华众取丑 可是你要十个人 三十个五十个人的时候 那个 那个力量就不一样 这就是所谓的弱势团体 这就是所谓的弱势团体 他在做这些运动 这些活动的时候好像也是蛮有活力的 我是没有亲自参与 可是听他们这样讲 或者是在家里这样看到的时候 最后看到母亲没有什么病痛 去的时候也蛮平静的时候 说实话我心里是蛮高兴的 人生不容易有个好的一个结果 而且今天又能看到这么多人来参加这里 我再一次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